大家好 今天做鐵皮屋 大家已經想說 為什麼看起來蠻乾淨的 業主還要施工呢 因為聽說 1月1號開始 台北市的鐵皮屋頂 或者是說家蓋的部分 一律不准維修啊 所以說業主趕快趁說 時間還沒到 做點防水的補強 看能不能夠撐久一點 日後只要施工 或者是維修 都算是維健 所以業主才會找我們來處理這個 看起來還蠻乾淨蠻漂亮的鐵皮屋頂 啊總而言之就是呢 1月1號開始 所有的屋頂 夾蓋 都不准維修 讓他們自然淘汰這樣子 連動都不能動 OK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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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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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好 我要先暫停露營了 手機一直摔倒 手機一直摔到下面去了 摔到下面去了 好 現在呢 師傅在做下面這一塊 這些先做第一次而已 等一下再做第二次 然後我這邊呢 就是 重複做 對 實在是很怕手機 支架一倒 你看有沒有 風很大 所以 手機不好擺 我們就先暫停等等看完工吧 好 現在好了齁 包含下面這一塊師傅做的 那麼多了 我們先打開 我們來看見